其实由政府大规模发放这个细胞简讯 你就可以反过让大家思考一件事情 这个案16120的机师 他真的是在美国染疫的吗 然后他的儿子案1612 真的是被他的父亲传染的吗 本来照我们直观想法 既然美国疫情很严重 那案16120飞去美国 在美国染疫好像不奇怪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因为他又待了四天才飞澳洲 所以在这个过程 也可能跟他的儿子接触到 传染给他的儿子 看起来听起来好像都很合理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根据指挥中心 我们政府帮案16120检验的结果 两次结果他的CT值都是28 我们知道CT值数字越大 表示那个患者身上的病毒量越少 传染力也就越弱 甚至在今年6月9日的时候 指挥中心的医疗应验组组长 罗毅君就告诉大家说 只要那个CT值大于2728以上 就能够分离出有传染力的病毒 那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当你CT值数字像2728 像这个机师这么高的时候 R28 照理说他应该 照指挥中心的说法 如果成立的话 他应该没有办法传染给他的儿子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说他的儿子 其实并不是被他父亲感染 那如果不是他父亲感染他 传染他 是谁传染他的呢 会不会表示在桃圆社区面 其实也有潜伏的患者呢 毕竟我们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哪一个县市 有的县市筛检的比较认真 比较多 像台北市 新北市 那有的县市一直不公布 他到底筛检多少人 我们也不知道 但不管是哪一个县市 到目前时 全台湾都还有很多人 从来没有被筛检过 包括我在内 那我们怎么知道 社区内并没有潜伏的患者呢 台北市 新北市 一直都偶尔有零星的 新的潜伏患得出来 感染人不明 那桃圆社 难道就一定没有吗 政府这一次 这样子发这么多简讯 是不是也意味着 他担心说其实他也知道 这个机师 他并一定是在美国才忍疫 他可能在飞美国之前 就已经被传染了 那他的儿子同样 也可能是在 台湾社区内被传染的 所以他才要赶快通知这么多人 让大家注意说 提高警觉 这一次政府的做法是比较好 但我还是要质疑 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要定调说 那个机师飞过美国 飞过澳洲 他就一定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呢 我们都知道 之前在台湾曾经 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是每天加零加零 本土都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的时候 每次只要有新的病例 政府都告诉我们 是境外移入病例 甚至包括有一个案例 来台湾已经待了四个月了 结果被验出来确诊 政府又说他是境外移入病例 可很荒谬的是 那个病例的 他的Igm抗体验出来是阳性 那我们都稍微对新冠肺炎 等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讲你确诊了之后 你的Igm抗体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 就会消失 就测不出来了 他都已经过了四个月 还测得出来 当时我们政府还硬要告诉我们 那叫做境外移入病例 这一次政府嘴巴虽然还是这么硬 但至少做法上通知了比较多人 我们希望他能够 确实的仔仔细细的好好筛查 仔细的找出 是不是社区内 有什么前夫患者感染了这对父子 不要又放纵了 造成更多的传染